整座村莊 斷垣殘壁 好幾棟民宅 早已人去樓空 不只多夫更客 几乎成了废墟 赫松地区医院更是饱受炮火轟炸 楼垮污毁 天花板碎裂 就连办公室同样不复遗忘 但俄军不止针对乌克兰 去年前英国首相强森 多次无预警造访首都基辅 以行动给予乌克兰支持 但最近却透露 其实早在去年二月 曾接到普丁电话 要他保证乌克兰 不会太快加入北约 更放话只要一分钟 就能发射核武 让他丧命 然而目前西方援助抗俄 乌克兰逐渐被约化 更自称已是事实会员国 甚至呼吁盟国继续提供大量武器 因为乌克兰许多主战坦克设备老旧 火力不足弹药更是几乎殆尽 不只希望西方坦克援助 乌克兰还盼求美国提供长城飞弹 和F16战机 但北韩认为美国企图破坏国际秩序 已连续两天表达异议 德国总理萧姿也强调将不会提供战机 更警告不要提高战争升级风险 乌克兰想成功抗俄 还得先让盟国化解其间 在新闻我们终于报道